6月24日下午 海南海事局海事旗舰船海巡21轮从海口鸣笛起航 开启为期12天的海南岛环岛周边 及西沙永兴岛部分通航水域巡航 此次巡航旨在进一步排查消除通航安全隐患 防止船舶污染海洋 维护海南海事局辖区水上通航秩序与安全 该局派出了16名海事执法人员参加巡航任务 我们巡航的主要任务是对海南环岛 及山亚引南西沙海域的通航秩序通航环境 海上的通讯设施及导驻航设施的效能 进行现场的巡查巡视检测 对发现的违法违章行为予以制止和查处 竭力做好保卫海上江头安全 保护海洋环境的工作职责 苏庆威介绍 海南海事局每年都会开展相应的巡航工作 此次结合往年的经验 该局针对可能存在违法作业的地点及海域 做了重点标志 在这次巡航当中我们在做航行计划的时候就有计划的把这些标注的重点水域 重点区域进行的一个标识 然后也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到这些重点水域进行一个重点的巡视 苏庆威表示 在巡航途中 海事执法人员一旦发现商船出现伪伤 涉嫌污染海洋环境 施工船未经批准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等违法行为 将予以纠正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同时 若巡航途中 有海上人命救助行动需要 海巡二妖轮将立即投入应急处置和搜救行动